7月12日上午,我教本学期期末教学工作,即人才培养方案,重构交流会,在文涛院教务处会议室召开,副校长郭文出席了会议, 各教学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和分管教学负责人、教务处处、科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教务处处长熊世环主持,熊世环通报了日常教学运行、相关考试情况,就实验室数据采集、实践教学等工作进行了安排,从教师专业群建设、师范、非师范和兼师范类专业等模块对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意见,进行了说明, 并提出人才培养方案重构的建议,要求各二级学院按照指导意见中的目标定位,沿着达目标,再拓展,后特色,深层次,的十二字思路,对照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来撰写人才培养方案。 郭文要求各学院认真阅读会议通报材料,根据教学运行情况,进行反思和改进,务必严格按照教务处的要求和时间节点来部署和落实工作,并就人才培养方案重构,提出极点要求。 一,加强规范,增强规范意识,各学院应继续重视并加强试卷,论文,实验,教师管理,教材选用等基本规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内涵和质量。 二,加强学习,深刻领会精神,一方面,要加大对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关于坚实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水平的本科教育,僵化精神的领会。 另一方面,要加强权援对师范专业认证标准的学习。 三,加大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二级学院要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教学内容、方法、评价方式的课堂革命,通过设立教学节,教学改革奖旗帜鲜明,引领示范的举措,不断树立和巩固教学这个中心。 四,加大落实,做好顶层设计,二级学院要成立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工作领导小组,合理分工共同协作,进一步加强学习和研究,根据指导意见对标,落标,邀请校内外专家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论证,确保全院教师参与方案论证,确保全院学生熟悉方案内容。 会上,教育科学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相关负责人,就人才培养方案重构进行了交流,本次会议进一步巩固和推动了人才培养方案重构工作,吹响了开展示范专业认证的第一波号角,文武教徒龙成郭文就工作题要求教科院院长刘宏交流发言书记学院汪少组交流发言会议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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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